好的不好意思我回来了刚有电话去听了一下好我们继续 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有一个左右跟图片上面一样的对吧 那如果是说你们想画个完整的没有关系 可以这样子先把大体画了就这些按钮我们先不画把大体画了 然后把大比远比例缩放把那个尺寸给调整 因为为什么这个按钮如果你远比例缩放 它就变成超级大了现在画的话 最好是说那个地方按着完整尺寸 因为不是说收东西你远比一缩放就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地方要细节在调的这个道理很难给你们解释 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能懂那所以说 画东西的话反正就是不要偷懒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 然后这时候我们有几个这里是两个键对吧 那我们就画一下下面这个吧 但其实正常我画是两个一起画 然后再把它剪掉了就再把它分开了 那现在就按照我们画的规则一点吧 就这样子 然后呢就OK了吧对吧 那个线不见没事啊 有了没看见刚刚啊 这里反正也上面这里有看到顶尺寸 不好意思我键盘那个是 忘记把那个快捷键关OK好我们继续 那这时候画一条线对吧 我们试一下旋转一旋出来看一下效果吧好吧 旋转一下就是说当轨入境旋转OK 好像我还没倒圆角OKOK 这个图挡住了好大概这个形有点像了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圆角给倒一下 因为刚刚你们看到我没找到那个顶尺图 当然你们可以花点心思去找一下这个顶尺图 然后现在我倒一个5为什么我只要让他看起来圆论就可以 就是说这个非常大的圆角要你看非常大 这个其实是很大5其实你看我打没多少 但其实呃你们打一个就是说看起来要很方又有点圆 这样子smatch的产品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型 那我们继续再倒一次一个圆角 啊不是在当轨入境啊 这时候这个曲名看这个圆角中这个块 它占的非常的大块 那你们如果是说画产品或要见3D的 要有一个东西要非常好的 就是说一个尺寸感还有比例感对吧 就是说你们看一个模型 你们知道它的曲面是怎么走的 这个很基于你本身一个3D介绍水平怎么样 那这时候我们看渲染模式的话 你们就知道你看非常光滑对吧 而且圆看不出来是方还是圆 它本来的产品也是这样子一个感觉的 啊然后现在你看好像还是有点 有上面这个口还是有点大 因为我们上面这个还没画 画了以后就ok了对吧 哎我们这时候画了这个口对吧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就画一条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偏直的一条线 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地方 啊因为你看这个我画的这个图 其实呃它不是很精准 因为它不是那种呃就是正的那种 嗯哦怎么怎么讲呃就是说正的 那一个就标准的那个正式图吗 啊不标准的那个啊对 就标准的它不属于这种吗 所以说呃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我们刚刚画了这条线 对我们把这几个对准一下 对准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图一下 哎我们这条线对吧 我们点一下这个扫箱角 扫箱角以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第四个 这个然后点一下1 再点一下第二条线 呃对它是自动混接了 这个功能是一个线混接 但那有线当然就有面 有面呃以后有机会会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样子那画了这个呃怎么讲这个呃线混接对吧 线混接的话反正就是它混接的时候 它一定是呃你们我我我先把链接一下对吧 就是说我当画我们不会这么画啊 呃当鬼路径 哎你看到对 对完全光滑的你就能看到对 但我现在画这个还是有点夸张了明显就呃 我们把我们应该把这个曲线给调整一下 那回去这个位置 好吧我们看来把这个图给 给挪开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给那个可能是说我们需要这样 就一边画完了挪过来这样子 那这时候啊有点偏差了对吧 那没有关系我们反正你看到 它即使混接你看到这个写面跟这个下面的写面 它是完全的一个tangent的一个状态 就是完完全全是呃怎么讲tangent 就是说三切吧应该是叫好吧 啊三切吧好这样子这么讲吧 然后这时候这个面纹画完了我们一样把它一个画开 呃就是说生成一个面那往往内测对吧 你可以往外往内都可以啊 你自己喜欢 然后厚度正常干板的应该是0.5到0.8 那就是产品的啊通常不会用超过0.8用到1.5的话 呃不会即使你在国外看到那种烧烧烤啊 那在当时我现在这个尺寸是不对的啊非常的不好意思 呃要不要查一下总高了啊还是不用了吧 我觉得那就0.1大概0.1就是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对 起码是这样子非常薄啊练移啊反而我这个尺寸不是很准啊 我大家也不太惬意啊 然后这时候下来我们把这个画 你看他还是个鞋面之前有讲过这个问题对吧 不用管他反正这样画 画完以后我们把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它其实是一个塑料件 肯定是的因为工艺嘛呃不会说这么真的这么厉害说啊 很完美的啊你们懂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去然后这个厚度其实正常来讲应该是两毫米啊啊 啊后面的话等你们建模比较熟练了或者多一点人看了 我就开始画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 就画就精准尺寸的那种模型啊 然后暂时的话先把你们的一个建模的那个水平尽量先提高吧 那通常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怎么样画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坏的呃可能是说刚刚我先0.2吧我刚刚0.1 因为通常那个呃怎么说不锈钢板的那个厚度会用厚点那 拉条线对吧那条线这里会有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到处再处理一下呃我们先把那个 线给删掉啊把方式会给打开删掉以后呢是这样子 我们通常会选这一个呃一二然后三四然后你们看到炸开 然后取消选择内侧的这一条啊聪明同学肯定已经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了 这就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这时候这个地方怎么办 对我们到时候混接就可以了 然后删掉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面我们也不要你看 通常其实是说如果画弯的话画多的人会这么画 那你像我那种用用面来就是说来取巧的话怎么讲呢 呃呃也可以但是看情况呃你们建模建的熟练以后 你们是自然能分辨说哪一个其实两个都可以 并没有说呃哪一个一定对没有因为建模什么没有什么 那种什么高级建模技巧千万不要扯那种啊 真的真的真的不骗你们 然后这时候我们一样呃把它那个当这个是旋转这种画法 所以说呃我马上把它删掉这只是说当旋转的话 就是你会看到我现在这样画 但是我又不是旋转的话呃像这样我现在现在我不规则形状 呃转一圈的话估计是呃也可以试一下了 我觉得不一定能转出来这种因为新能没那么聪明的 他不是一套这么聪明的软件说实话 呃那这时候啊果然转不出来下面再一看冲突了 所以说像这种比较复杂运算的话还是用单面 就是说把一个面给那一个单面给呃画完以后 然后再用一个面男生用这种画法来画 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对这样像我画完了 所以啊不好意思啊我废话比较多相当抱歉啊各位观众 对啊对对对对OK 然后这时候啊单轨的还是这样子啊没有关系 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怎么解决呢 呃把下面那个面给爆开 然后把那个面给补上啊这也可以 反正往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然后你看这里冲突了就冲突了没有关系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对吧 哎我们把这个面给填上就好了也可以补救 但是又对反正都可以就是说建模的话 你们想到就一开始一直很给你们想到说工具对吧 一个工具的那一个就是说工具的一个使用对吧 那你们叫每次建模的时候 你只要想这是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就算你要清楚的就是尽量给你们进行一个模块化的概念 就是说我要用哪一个工具才能画画出来这个东西 这样子这样子一种概念模块这种通常模块化 呃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也是玩了一测 然后可能0.2吧 因为塑料的厚度肯定会比那干板厚度 塑料的话通常会2或者有些会去到5 就是说用量好一点的 那如果用量没那么好的那通常那干板0.8真的是最厚了 即使你买那种特别好那种咖啡机吗 或者什么的他也不会用到这么厚 这是很正常的 那这时候0.5吧好吧 就随便倒个脚吧 但我看现在这样子这里有一条线 我估计他一不应该不一定能倒出来 但是呃 但是心里如果你碰到这种问题的话 其实呃 没法解决真的不骗你们 除非你放到Somniiverse里面倒 要么也放到PoE里面倒 哎可以可以好像可以还是说 先把里面这个放开一下 哎OK好 哦好吧我懂了原来是这两个这两个我我没有那个好的并记一下 OK好两个两个一起了好这时候你们就看到渲染模式对你看了有点小细节啊通常渲染比如说我现在渲染我就放到这个地方哎有点小当然把另外一边给倒好当然不用你可倒再细一点就给人看到我这个东西是非常细节的那现在你们这么看其实已经能看到了一个东西的一个大概对吧那这时候我们继续画一下 把底部画把底部画我们最后画个上升好吧呃底部的话我们就哪一个呃 不size关掉我们只要单边就可以了 单边的话一样我们可能就反正我刚刚是往左边偏吗大概就可能就说你看反正我我上下换他还是一样吗我就大概到这个位置吧好吧 呃啊不应该底部因为什么到脚这个位置那我们我们就点在这然后不用看另外一边了反正就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对吧 然后这时候这次这个比上升的好画为什么呃因为他四边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呃这次减的话就很简单一样我们把那个这个东西先给先给抽个壳抽壳对吧 我普通话真的挺不好的 然后0.1啊不好意思0.1对吧 厚度记得呃干板0.8最后了不要再厚呃塑料的正常的夹精对吧或者他本身的一个材料厚度呃 呃两核米左右那如果像那个硅胶什么的那硅胶那一种通常的话硅胶就随便因为硅胶的模具费不是很贵所以说通常不会那么在意说呃材料上面会用多少这样子呃 呃好那一个我们这次然后我们就大概他也是个梯形对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呃画一个这样子梯形对吧 画了梯形以后我们apps把控制点给打开打开以后啊两边选上一下选上以后呃反正就啊记得我现在是没有数值的呃你们看着办吧啊然后一样 你们喜欢的话可以这样调就是说改成45度什么的没有问题反正就调整的时候可能就可能就怎么45度呢就这样子呃这样点一下然后点45对吧啊现在反过去对吧那就-45呗 那就是说这样子很规整那这时候呃呃先放一遍导圆角线呃可能导个500一样我喜欢呃我想到圆角看起来大一点这样子大概大概导啊反这个嗯看看看感觉啊这反正是一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太在意这个细节啊 先把膜给建出来重点能建出来先再来生就再来生挖啊然后这时候一样先拉出来看看呃可不可以然后呢环形增列四个我们也环形增列四个环形增列四个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对吧三球对吧不现在我也是破对吧OK四个完成了那这时候一看回来这啊这你看这个这么一点点肯定不够呃对吧那这时候呃空中线回去对吧我们把这个 这个左右给哎稍微说一说减减减减减减就OK了 对这样子哦样然后就把他拉呃拉伸一下 OK点一下左键然后就 环形增列四个哎这时候你看这边啊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哎差不多差不多啊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这样子不停减减减 然后一二三记得先选上被减的物体啊被减减法的那个减啊被减的物体然后再又减OK了然后这个就出来了我们大概个样子已经画好了 然后这时候smash还给你们画 我觉得不用了吧 你们也懂得怎么画了 然后再下来 因为画的话 然后这个圆形反正还是一样 我们就这样子 这个地方我们画个 我们大概拉两个圆形 然后这样子 反正就这两个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 说说不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 圆形所以说一样 然后把中间 然后还有一个外围对吧 那我现在画都是随一点的 你们有个真调规整的留言给我说 我就真的给你们玩规整 但前前期我查查好 就是说它的常观高 但是也不会做到完全精准了 除非你真的对食物 这个是真的真的不骗你们 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这时候我们对 然后看一下 OK好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能就放到 这个的中间 那这个中间我们怎么办呢 哎对 智慧轨迹吗 然后现在有一个字 然后按着shift int 也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呃 就int焦点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为你看 这时候位置就不对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正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往上再挪一点 那这时候挪的准不准 哎 便宜了 挪的准不准 完全看见你们那个尺寸感 这时候就来了 然后这时候往前挪一点 对吧 OK了 OK了以后来我们这两个是吧 这两个拉伸一下对往另外一边拉伸对吧 然后群组一下 然后通常会这样子呃 往这时候我会教你们往那边挪对吧 呃这次我们就不做 但是你们呃也可以做一下吧 照样的没事没事这样做吧 哎这样子 Ctrl C Ctrl V 因为通常画到差不多我就开始了 然后定位怎么对对 下面这个就是说 然后那个这个圆只要留的是这个圆壳 懒得再再画一遍 我说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的群组上群组了以后对吧 呃然后怎么样呢 两个都选上 Ctrl C直接原地 Ctrl V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 对一个剪辑 然后一个记得选好完整的一个 一个交集对吧 哎你看中间这个就出来了 对对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面画就好了 呃但通常这个的话 模具上面真的看他开不开模 不开模的话 其实这个他是上头讲过 他是一个屏的 他肯定不会说 按照这个面上面来走 那这样子玩的话太复杂了 人家肯定不愿意 那我们先把这个隐藏一下 我们倒一个小脚吧 呃例行公事啊 做一个倒一个小脚 但通常记得我倒脚的时候 最后再倒不要一开始记得 0.05你看 这时候其实呃这么一看 对其实已经这种细节就很够了 你渲染的时候再加点就PS加点一个光位 呃就是说那种灯光高光什么的 其实就我觉得就很OK了 这样子啊 那这时候比如说这样子 呃拉可能就 呃这个后按钮 我肯定后度不能太高吗 我回去右试图这边看一下 按钮的话 肯定就是说大概这样子就差不多 可能就是呃如果你们有按正常尺寸化的 那你就看你手指呗 反正怎么量一个尺寸对不对 量自己呗就这么简单 量的话反正就是呃 我我目测的话反正是这个 但应该不会错 通常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 你可以上面再加点凹凸纹呢 什么的等等那些东西啊 对吧 然后这时候Ctrl C 我们把这个多月的部分给剪掉 把这个给剪掉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一定有多的 因为我们是剪辑嘛对吧 所以说肯定中间就空掉 那这时候继续这里好了 那记得吧上面上次我们画的这个是个圆形 对吧 呃然后不呃呃有些就是说逻辑性比较好 同学你们可以这样子做 比如说我先画个2 啊这个台打呃 0.5吧 因为他不是圆形那你们可以这样子把这一块 放到这里 对这样子留个档留个辈分这样子也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这时候中间的这个部分对吧中间这个圆你们记得吧 呃这一次中间的这个部分OK啊 呃对OK中间的话反正就三球对吧 然后大概这样子 那这时候有两个环都选上 呃两个环都选上以后 当然了你们可以这时候再选择备份 但是我通常就差不多 然后往里面拉减一点点就可以了哈 不用太多 呃然后一样两个Ctrl C Ctrl V 可以共同复制你看这时候两个了一样用这个方法 然后我通常通过这样子来分件 那如果你画的准一点画的久了对吧 你就开始画精准的分件呗 就这样子就是说把大体给抓准 然后再深化 然后这时候你们有了这个环了对吧 那这个环就灯光嘛对吧 那这时候那个 对0 炸开然后取消选择那一块那个面 再选择这块啊 你看这时候选择整个这整个 但是他有缺点他不再是不再是实体 你像这块对吧 你看到人通到里面对吧 里面能看到的 但是呃是不是实体 其实有时候不是很重要 呃工程师反正会运程进化的 真的相信我啊 呃 然后这时候你们想再细一点对吧 可以在里面这里再加一条坑啊什么的 对吧 就是说这时候就是属于一个模型深化 就是细节化对吧 但是呃通常还是那句话 呃 不要急着做这个细节化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呃只是说时间时间的问题 就是说你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我在剪 我把这个剪掉啊 当然现在是不考虑说什么模型要把留底了什么的啊 然后你看其实这时候呃我们这样子看 其实你看对是是很细节 但这个细节深化的时候吗 对吧 呃其实我呃 然后你再把这个往里面挪一下嘛 往里面挪一挪对吧 可能是这样子往里面挪对吧 其实就那个细节肯定很够 就是说一个细节深化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做 而且这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呃大家不要急着做这个事情 真的真的不骗你们啊 呃所以就好 我们继续画下去 那这里点一下stop 不知道有没有教过你们做那个字体这样子 呃这时候上面看 应该正常是stop了哈 上面这个应该应该是应该是一个 如果是有做过画过那个搅拌机的一个同学的话 肯定是这样有知道就是呃安全锁就是说如果有交到手 什么马上按那个他会马上停止 就说美国跟欧洲的那个出口的那个都不一样 就是说他的出口减就是说一个要求 然后这时候我们继续画下去啊 我们我我先我先储存一下这样子啊 然后呢这时候这样子我们把它远比理说放啊一样 把那个stop变到后面 你可以只要把它剪开变四个面 就是说stop嘛四个字 也就是说到时候拆开的话就四个面 呃反正你们个人喜好对吧 反正你们现在会把面面开变实体 实体能变成面 因为你这个不是一个全曲面对吧 如果你说你全曲面那要好好考究一下 但现在不是所以就我觉得不太需要 然后这时候把这个灯对吧给你尝 那一看这个stop然后就来了 那其实我是放放上去了 你们做的细节点应该把它就是说啊 呃你可不可以加减也可以 但是渲染的时候不要面贴面 你我我建议是把它剪成一个面就算了 然后这时候下来 呃这个我们就画上面这个水平了 对上面这个是最激动的一个部分 让我们看到一个手柄对吧 上面一个盖子对吧 盖子的话应该是可以拆的 啊那拆的的话 所以说啊 先画的这些电子产品 你这样比较多 嗯大家跟起来会吃力一点啊 呃OK 然后一样 那所以我们先画这个吧 好 先选上这一个 对吧 选上这一个 然后啊你们想画细节一点 那就这个地方给他留点缝 我们也按着画细节一点吧 但是呃只要你不放大旋都看不出来 其实因为你看你想怎么弄吧 这个真的看你啊 把里面的这个取消选择啊 这个选择你看我自己用数链了 也是有时候会选错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这样子 就是说不用太在意说 哎呀我老选择老点的不准 哎没有关系很正常的 呃好 OK 然后可以像刚刚我说的方法 然后我们我们画的直线吧 好吧 我们在顶尸这里 还有顶尸这种干净的部分 然后又选一个一一一有点多了 我们还是0.5吧 0.5算是也也是有点多了 但正常他会给一个偏差值 话产品什么都会给 但是设计其实这个其实很少跟设计有关的 这这真的是实话 就通常不会说跟设计关联性太大 但是设计师也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这个里面的取向选择 外面的删掉这个面 也删掉对 然后这时候OK了对吧 呃我们拉伸一下 对拉伸一下 然后像这就是里面的这个弧的 哎对这个弧的底部刀片等会在画 因为刀片结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这样子 呃你说渲染图上面 呃其实正常渲的话 不会说很明显这样子 把刀片这样画反正也是OK的 呃然后再下来 呃 这个我们就开始画这个圆的直径对吧 呃圆形对吧 那圆形我们一样是这样子 反正此次我们刚刚那个是确定的吗 对吧那可能大概就这样子了 然后再画个圆形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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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个圆形来你看 哎好像哎 没有看到这个圆形没有关系 咦奇怪了我快过来看一下这个展怎么回事 好没有关系我们这次这样子最稳的方法啊 哎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是 啊行吧放到一边去啊 反正不在我选上什么东西了 OK我们继续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呃 这个直线只是说拿给我们定位用的 然后一样是这样子 就是说 找那个参考点对吧 然后把这个看到他位置在哪啊 好的有点低有点低 那我们就 你反正就放一个你觉得好选择的一个地方吗 那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这里 那因为他有点有个小线突出来对吧 那这根线中间的线我们把它删掉啊 圆形在了对吧 一样拉伸起来 但是我们这次不要实体刷了给它关掉 关掉以后可能大概就这个位置吧 好吧 OKOK行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没问题以后啊 我们把下面的底给补上 这时候你看到其实面状面就有这个问题了 你看就会看到下面那个 所以说通常会画开一点 就是说故意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他留一个尺寸 但是这样子画的这么细的情况下 缺点很明显 改的时候不好改 所以说通常反正就 你们画多了经验累累累累过就OK 然后这时候点一下这个 正面这里然后点这个是什么增加一个控制点 我们选一下这个什么选一下啊 我们选一下这个就说工具啊 是这个马拉道 哎怎么选 选不上奇怪 应该是这个就对了 好吧 先把那个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规整形 规整形应该不会不行的 奇怪 对吧 我们是我们试一下只这样吧 啊 嗯 只这样子 OK 啊 果然可以 可能只能单一个面 这样子不能两个面 就是他不能两个面 他只能单一个面 那这样子吧 如果不能单一个面 那我们就换一个画法 好吧 哎这样子这个圆的我们也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些东西给隐藏一下 下面一些多的啊 当然这时候你们可以把它就是说本来那个备份那个地方 对吧 你们可以把它那个 就本来备份那个地方 你们可以把它就说 哎就比如说多画这些 然后挪到这一块这里啊 反正我平常画都有这个习惯 但现在主要是给你们教这个 就主要是教你们画这个图 所以说啊 暂时就先不管那么多 然后我们这次就这么画吧 对 呃 一样这样子 然后大概再这样吧 ok 然后这个时候一样 我们点开apps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点 对 他起码这两个地方平行的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左右要平行的 那我们这时候就这样子 往里面收啊 呃 选一下这个点往里面收一下 这样子哎对 你看ok了 那这个地方好像上面有点多了 对吧 往往里面挪一挪啊 也可以 那这时候往下面拉拉啊 让他看起来有点抛的对吧 有点抛呢 这时候呢 ok了 然后就把这个地方选一下 选一下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拉一条直线对 然后对 干这么很快 你看因为选上终点了 我再把连接 连接完以后直接旋转一个圈 旋转选上终点对吧 然后再在右四这边按shift 对 让他垂直 然后再右键 对 这就ok了对吧 这也是一个面对吧 呃 他刚好是这样子一个型啊 当然平常的话 你就把底给去掉就好了啊 然后这时候选下这个 review service 也就是说重新增加或减少它控制点 那我们上下都选60 一个是横一个是竖 你们看到马上可以 preview的 然后就选ok 就是说上面的点 就是说上面这个点交交点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所有东西给打呃 就是说环游回来啊 你看 其实开始我们有样了 有没有感觉到有样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啊 在这个的右边对吧 行吧行吧 在右边吧 呃 然后我们点一下apps啊 这时候希望你们电脑不要卡啊 然后这时候选上右边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 大选上大概六到七个点吧 六到七个点的时候对吧 你看这边已经选上了是吧 我们选了三排点对吧 所以说你们记得要从左上到右下 这样拉一次 拉完一次以后 然后这时候要把pong给打打勾了 我们选 选上的下面的这个白色没有被选上的点 然后按shift 对让锤子点下左键放开shift 然后再对你看到其实这个虎口已经出来了 当然你们可以是对 然后选上左键确定 然后ESC取消 哎对OK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 你看虎嘴就是这么画的 所以说下个我们会画一个cattle 就是那个电子烧水壶 也是这么一个方法 嗯 然后你看现在画完以后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当然我刚选上三条的线对吧 你们可以选一条 这个你们自己慢慢拉 慢慢玩方法交给你们 你们自己慢慢去实践 这这才是说真正在选软件 然后再一样选上这个 然后右键 然后0.01不太行 Torrent Torrent 不是不是 这个Distance 0.5吧 好吧 0.5真的有点多了 0.4 0.2吧 OK你看 其实就出来这样子 那这时候啊 反正你不用管它有没有开模角度什么的 我觉得没有意义 那你看这个虎就完成了 就这样子